好 接下來我們露西挑戰一下這個拿人滅鳥的關卡 還沒說買到牛盾會怎樣嗎 你可以看我第二頻道啊 有...有那個影片上傳了 敵官直接過去 好 請 每次過的獎賞好像只能領一次吧 才不能每次都領啊 應該是沒有這麼爽的事情吧 好 水光可以 不要過了吧 完美 買到的牛盾目前還在包包裡 真的 太好了 沒有被回收 第三關 這裡扣血會90% 那我們開爆發了 其實這邊扣血會90%可以慢慢打 是沒有關係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好 有沒有Bug買到牛盾的人 好像還是有牛盾 雖然說我不知道這Bug是從何來的啊 好 這裡可以直接來轉 版面好就可以直接轉 那版面不好你可以開傑拉爾 好 不用開 過了 第五關 這也是直接開 開著無視防禦了就行了 那是要手消全部暗珠喔 這是要記得的 所以沒有 如果你沒有 欸如果說暗珠是被鎖住了怎麼辦啊 這樣就沒辦法無視防禦了對不對 欸真的欸 欸真的欸 慘了 真的沒辦法無視防禦力 好 那我就直接轉好了 帶武裝龍科 哇 帶那個九封王龍科 哇 那暗珠真的沒辦法直接轉欸 糟糕 那很衰欸 不過運氣好我就可以直接過了齁 那你帶一個控場龍科就可以過 也是可以過 我帶小潔 對齁 小潔 欸小潔可以嗎 喔對小潔可以 阿那個位子帶小潔比較好齁 對 怎麼沒想到小潔 那阿滋也可以帶 欸 欸在幹嘛 好 喔不能轉珠 對齁我忘記了 一直開那個 大潔 尷尬 真D尷尬 再來是過了沒有問題 好我不再小潔也是ok的 好其實蠻簡單的阿 不要消暗珠就行了 好 好簡單喔這一隊 但如果說你有小潔的話建議你可以換小潔啦 更容易過 然後那個暗屬性的不知道來幹嘛 沒辦法開 好啦 那麼以上就是露西的臨時通關打法啦 露西沒有傑拉爾是不是很廢 只能說少了很大一個好用的隊員啦